这是1月11号 在美国波士顿受影响的居民 抗议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 自2018年12月下旬起 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停摆 约80万联邦政府雇员 被迫无薪工作或强制休假 而事件的起因是 美国国会内部 在到底要不要建兵进墙 建墙要花多少钱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未能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 据白宫此前估计 联邦政府每停摆一周 美国经济就会损失约12亿美元 截至目前为止 此次停摆已持续超过三周 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